Hello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有房视频的飞云 今年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 King Island的这个社区 那去年我们是有挺多的客户了 选择了在King Island这个社区来安家 那这个社区它的住房的体验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客户住在这里 就是社区的匹配设施 以及它的环境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当然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客户 在咨询这个社区 那我以前我们是有做过一期 关于King Island的介绍 如果是说想了解更多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 也可以去翻一下我们之前的视频 最近我们有很多的客户了 在咨询这个社区 那么告诉大家 如果是说想买在这个社区 并且是想买全新房的话 要抓紧了 这个社区基本上一年以内 可能要全部完成 那目前这里的学分是五七六 小学五分 中学七分 高中六分 不过它是属于KTISD的 那这个社区也就这么小十年不到 也就是说它还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和空间的 所以也不用太担忧 未有管理费是1230一年 地税是3.02 也就是说比前年是稍微降了一点 那大多数的人是喜欢Harry的大平成的 无论是从他的户型到他的成高 都是真的没有什么好挑剔的 那我们今天看的这条房子 它是一个2589尺的大平成 四房三个权位有树房 那占地面积是比较大 8303尺 那8000多尺的大平成 它的后院就会比较的大 尤其像这种算是比较大的大平成 挂牌价现在是53万9 那今天早上我也是跟销售有沟通 那多少还是会有一点还价的余地 不过如果是用他们的贷款公司的话 那浮动就不是很大 因为他们现在有5.99的好的利率 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房子 就是再完美的房子 再好的户型的房子 它多多少少还是可以挑出一点 这个瑕疵这么讲吧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条房子 八尺高的门 所以我刚刚讲了 它的这个楼层 层高的是真的是没有的挑剔的 那右手边的是双开门的书房 这个书房做的还比较的大 那这个理念是对的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家办公 那它这个地板也是瓷砖的 这里是它的洗衣房 右手边是它的洗衣房 那这里可以放个冰箱 可能要放单门的冰箱 那再继续往前面走 右边就有个套房 那所有的房间都是地毯 那这个套房 它是淋浴跟浴缸一体的 这里是去到车库 这是个两个车位的车库 那在我们左手边的这个房间 你可以用来做书房 如果是两个人都在家办公的话 也可以用来做小孩子玩的这个房间 或者做练习的都可以 算是一个多功能的这个房间 那继续往前 那么这里呢 就是个开放式的厨房 跟客厅餐厅一体的 那这个固形呢 我们看到实际上 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固形 那那边呢 它是多做了这个柜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左手边的 这里呢 是一个全位 我刚进来呢 我说这个房子是四房三位的 怎么会有一个半个卫生间呢 实际上它是个全位的 那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去到了前面的两个卧室呢 稍微有一点点远了 那这个房间 然后这里呢 有个房间 那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啊 也就是说 要从这里左拐 走出去左拐 才能到到 它的卫生间 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是稍微有一点点欠缺的 应该是 起码是在这个位置啊 如果卫生间的话 可能就是用起来比较方便 尤其是说晚上起来 用卫生间会有一点 有点不太方便 那我们从这里 看到吗 这有点距离 那基本上呢 就是这个设计的 稍微有一点点缺陷 那紧接着走到最后面的左手边呢 是主卧 有三上大窗 双开门的卫生间门 那左右两边的洗手台 这个这种步行 我们是经常经常见的 那它的两个衣帽间呢 是靠的比较的近 两个小的衣帽间 那跟以前就是它经常做两边的 有点不太一样 这是淋浴房 那那边呢 它就把它改成了 设计成了马桶间了 实际上啊 这里有点点稍微遗憾 如果开个窗就好了 因为它刚好是 是靠着这面墙的 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后院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一下 所以Perry的大平城 就是大多数的人 如果是想住平城的话 都能喜欢它的设计 那这是它的后院 那这个八千多尺 所以它的地呢 是又是在中间的 所以比较的长后院的 就会比较的大 那这个线呢 它倒是没有 不会有辐射 就是我们也经常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也会也经常问 就是跟做店的人呢 去沟通 这个肯定会没有辐射 不过呢 因为它有个柱子 刚好在这个院子里面 所以美观上呢 不是那么的好 我们可以看到 好的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您是第一次看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点评关注转发 如果您有房在休斯顿 需要卖买出租管理 请联系我们 我是飞宇 美国休斯顿房地产经纪人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